宁静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 一位非常直爽的女演员 行事作风都比较霸气 也因为如此经常被人们非议 就像她之前的婚姻一样 一言不合就离婚了 不过也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们比较好奇 宁静的前夫到底是谁 当初她俩又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宁静与前夫保罗 客赛的故事1996年 宁静凭借电影《红河谷大红大紫》 风气直逼宏利 成为内地影坛的当家花旦 而这部电影也让她收获了一段好姻缘 因为她与剧中的男主角美国演员保罗 客赛假戏真作成为恋人 1997年 爱得难舍难分的两人闪电结婚 婚后生下儿子雷娜 巨妻保罗 客赛家境富裕 父母亲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有一个5000亩的牧场 然而宁静却定独下来心 做牧场主媳妇 因为她不想放弃做演员 更何况当年她在内地红得发紫 所以在美国待了两年后又复出拍戏 1999年 更与老公再度合作黄河决裂 随后 保罗 客赛消失在中国公众的视线里 人们只看到宁静一个人独来独往 因此关于她婚姻的猜测 和传闻就开始出现了 不过宁静却三肩起口 直到2011年才承认与保罗 客赛离婚 Pate宁静自复离婚 原因宁静出道27年 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 就是活得特别洒脱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按着自己的心意来 根本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就比如20年前 与美国人保罗 客赛的那段婚姻 对于这段适趣的感情 宁静一直不太愿意提起 但在某一期饭局的诱惑中 她首度回应了当年闪婚 到后来离婚的原因 她非常坦诚地透露了自己 平生撒过最大谎言 竟是说过我爱你 这个答案颇为让人意外 面对主持人蔡汤永和马东的讨论 宁静首度正面回应了 当年与前夫保罗结婚 到离婚的过程 宁静谈言 与保罗客赛结婚 是因为自己是贵州山区出来的 观念比较传统 加上当时太年轻不懂爱 完全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因为父母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宁静从小就梦想 长大后做一个不分手的人 然而当宁静 二十多岁的时候 身边有很多爱她追求她的男人 却始终没人愿意娶她 在宁静看来 是因为她平时的一些行为与止 给人比较婚的感觉 给了很多男人误解 觉得她是不好管教的女人 不像社会在家生孩子做饭的样子 正因为这些经历 二十多岁的宁静一度相当有危机感 生怕自己嫁不出去 所以当保罗克赛拿着一个非常小的钻戒 向她求婚时 她的眼泪止不住救下来了 仅仅用了一秒钟就答应 然而结婚那天 宁静刚走出教堂大门 看到洛杉矶天空中飞机放飞的粉红心 就坚信自己不爱保罗 两年后 儿子雷娜出生 在此期间宁静曾努力想要爱保罗 后来甚至以为自己爱上了对方 但这段婚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 宁静现任如今 宁静已经有了新男友 她就是曾出演过《潜伏》 《明日以太远》 《生存之迷宫》的青年演员王小义 年纪比宁静足足小了11岁 不过对于姐弟恋 宁静曾经公开对媒体说 姐弟恋完全没有问题 我能接受的年龄差在15岁